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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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从今天开始 一起在神的面前 来思想一个蛮重要的题目 叫做和神心意的服事 和神心意的服事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不只是成为神的孩子 我们不只是能够享受天父的慈爱 我们不只是能够在神的家中 也享受弟兄姊妹许多的关心和照顾 我们一个人信主以后 在神的恩典中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我们也是神的仆人 我们也是一个侍奉神的人 神救我们 就是要给我们一个侍奉祂的机会 所以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信主以后 因着主的爱的激励 我们愿意向着主的爱 有一个回应 我们愿意来侍奉主 这个是我们一生中 非常蒙福气的一件事情 但是多少的时候 我们因为在侍奉的路上 在服事主的这个经历的理念 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以至于我们常常做了很多的事 我们常常辛辛苦苦的有很多的摆上 然而我们自己在经过这样的侍奉的时候 我们心中不但没有那种平安喜乐 反而觉得失望灰心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 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 在圣经里面 关于一个基督徒我们服事上面 有哪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是需要我们认识的 那么我们在服事的事上 才能够我们所做的 是神所喜悦的 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 有一段这样子的记载 是让人非常的警惕的 那里就说到说 有一天当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会有人向着主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 奉着你的名医病 奉着你的名赶鬼 行义能吗 那么主对这样子的人所说的话 却是你们这些做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我不认识你们 这一段的圣经 是常常令我们每一个愿意服事主的人 都需要被提醒 被教导的地方 因为在我们想 一个人可以奉着主的名传道 一个人可以奉着主的名 医病 赶鬼行各样的义能 这样的人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然而主却说 做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那我希望弟兄姐妹想一想 奉着主的名传道 奉着主的名行义能 奉着主的名建立大的教会 奉着主的名 能够吸引许多的人归向他 怎么会是做恶的人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 在服事的事上 不是我们做对了什么事 或者我们做的事有什么果效 就证明了 我们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更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 有什么果效 就表示这些事情 是合神心意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一个人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 无论我们做什么 神可以利用我们 但不表示神喜悦我们 那这是我们盼望 在这一次的主日学里面 神能够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个人的服事 在今生能够成全神在我们身上 所要成就的旨意 在永世里可以让神心满意足 让神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 那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 最主要要用的经文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和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章 这两章的圣经 我觉得神借着保罗 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 中间许多重要的原则 那么主要的原则是在第三章 而第四章 它就帮助我们看见 一个服事主的人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的主日学 在神的恩典中 我们一起来学 我们现在来读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在基督里为婴孩的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 有说我是属亚破罗的 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我们都知道保罗 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其实他的心中 有很重的伤痛 保罗真的是盼望 哥林多的教会 能够脱离以人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能够回转归向以神为中心的光景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 关于一个和神心意的侍奉 他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那个原则是什么呢 那个原则就是 神主要所关心的是做工的人 而不是替神做工 神注重我们的品格 远远过于注重我们所做的事情 因为对神而言 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远远超过我们成就了什么样的事 要有永恒的价值 保罗在这里说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 这里保罗用了两个词 一个叫做属灵的 一个叫做属肉体的 属肉体的 好一点的英文翻译 就是说到它是carnal 这个属肉体的 跟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那里末了讲的属血气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属血气的是natural man 是天然的人 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一个人没有重生得救 他是属血气的 一个人信了主 成了神的孩子 他有两个可能性 他有可能是属灵的 他有可能是属肉体的 什么叫属灵的呢 属灵的就是这一个人 他的生命乃是被圣灵所管制 什么叫做属肉体的呢 就是这一个人的生命生活 一切都是让肉体来控制 一切都是为着满足他自己的肉体 属灵的跟属肉体的 有相当大的差别 我们要注意 什么叫做属肉体的 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 我们常常想到 一个属肉体的人 可能是一个道德上 很放纵的人 我们常常想到 一个属肉体的人 可能是一个贪图享乐的人 我们常常想到 一个属肉体的人 可能是一个爱慕世界的人 当然这个都有可能性 但是我们读这段圣经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里 保罗讲到 一个属肉体的人 最大的记号是什么呢 一个属肉体的人 最大的记号 乃是他的生命没有长大 他还是一个婴孩 婴孩 baby 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每个人都喜欢baby 但是 一个baby 一个婴孩 如果五年以后 还是一个baby 还是一个婴孩 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 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有没有长大呢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 他是个baby呢 还是已经长大成熟 成为一个 满有基督 长成声量的人呢 我们最容易 看出来的 就是他的胃口 就是他对什么东西有兴趣 他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 保罗在这里说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如今 还是不能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 说一个baby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就是他只能够喝奶 他不能够吃干粮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baby 当他生下来的时候 他接受了父母一切的宠爱 baby生下来的时候 他是整个世界的中心 baby要吃的时候 您如果不给他吃 他就哭给你看 baby要大便小便 他绝对不会说等一下 他不管你忙不忙 他不管现在 是不是早上两点钟 他要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叫baby baby你讨他喜欢 他就笑 baby当他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哭 这叫baby baby所爱的 就是他的自己 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baby 半夜两点钟醒来的时候 他想到说 哎呀妈妈今天一天好累了 他这么时候正在睡觉 我不要吵他 我就忍一下 我待会儿再喝奶吧 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 一个baby是一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 一个baby是全然没有忍耐的 一个baby对他来讲 什么事情都是现在 妈妈跟一个baby说 我去一下下就回来 你不要哭 你想baby可以理解吗 妈妈对baby而言 没有所谓的一下下 一切都是眼见的 妈妈再多的应许 妈妈再多的promise 都不算数 弟兄姊妹 今天一个基督徒 活在地上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baby呢 你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还吃奶 什么叫吃奶呢 当然吃奶就是我们只听那些 好听的东西 什么叫吃奶呢 就是我们只根据我们现在看得见的东西 我们的感觉 我们要什么 我们对着神的话 没有兴趣 我们对着神的应许 不相信 对一个baby基督徒而言 如果今天神立刻马上就解决我现实生活中的难处 我就感谢赞美主 对着一个baby而言 如果神给我的是应许 神给我的是叫我忍耐等候 那我就灰心 我就上胆 我就哭给神看 我就不相信神说的话 一个baby 如果妈妈抱在怀里 他就很安心 如果妈妈看不见了 他就大哭 一个信主 属灵的baby也是如此 神如果今天给我们一点恩典 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同在 我们就哈利路亚 我们就欢喜快乐 但是如果神把我们摆在旷野里 如果神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 我们就彻底的失败了 所以baby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神不希望他的国度里满了baby 神救我们 我们是baby 但是神盼望在他的恩典中 我们能够长大 神喜欢给我们许多树林的奶喝 让我们能够得安慰 得鼓励 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光景里面 我们一直不长大 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过天父是何等的伤心 如果一个人在跟随主的路上 一直都不长大 一直活着凭眼见 一直活着凭感觉 如果我们参加一个聚会 感觉很好 我们就觉得这很好 如果我们经历一件事情 让我们得到一些 看得到摸得到的好处 我们就欢喜快乐 弟兄姊妹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我们不是属灵的人 我们是属肉体的人 我们跟那些异教之徒 相去无夺 你知道 一个拜佛的人 一个伊斯兰教的人 任何一个其他宗教的人 如果生了病 他去拜一拜 病就好了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欢喜快乐 跟我们一样 但是神今天 他何等盼望神的儿女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需要长大 一个baby 第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就是他没有属灵的胃口 他对着好好的读圣经 没有兴趣 他对着严谨的解经 没有兴趣 他对着深入的明白 神的话语的奥秘 没有兴趣 他只喜欢看一些 让我们兴奋 让我们开心的事情 一个baby 一个baby对着严格的属灵操练 没有兴趣 一个baby 是爱此奈 baby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点 弟兄姐妹 一个人 一个人 他的生命 的中心 如果是基督 他不会以做baby 为满足 一个人 他生命的中心 如果是他自己 他当然 就一直以做baby 为最大的享受 我还记得几十年前 当我的两个孩子 都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他们在那里玩 他们玩什么呢 他们两个人都要装baby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 做baby正好 他们觉得做baby正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愿神怜悯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到说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需要长大 我们需要长大 那一个人是属肉体的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 有嫉妒 有嫉妒 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一个属肉体的人 他就会有嫉妒 他就会有纷争 嫉妒 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中 我们常常不觉得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罪 今天教会里面 我们觉得一个人 如果犯了奸淫的罪 我们觉得一个人 如果犯了偷窃的罪 这个太坏了 是的 这个很坏 但是弟兄姊妹 一个人如果嫉妒呢 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吗 嫉妒 就是看见别人好 我们心里面不舒服 嫉妒是看见别人有 我们没有 我们很难过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如果在物质的世界里面 我们嫉妒别人 这已经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更可悲的 今天在属灵的世界 在服侍主的道路上 也有多少的人 我们嫉妒 别人所拥有的恩赐呢 我们也嫉妒 神怎么去使用别人呢 我们嫉妒别人 能够有什么样的成就呢 我以前总觉得 与人一起快乐比较容易 与人一起忧伤比较难 但是这些年来 慢慢的我发现 与人一起忧伤还比较容易 要与人一起快乐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位最早到缅甸去做宣教士的弟兄 在他去缅甸的船上 他的日记上 写了这样子的一段话 他说 我真是希望 神能够赐给我 为着神 有那个神圣的热心 为着他的荣耀 我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 无论神用谁 只要亲爱的主的名字 在这个世界上被高举 被荣耀 就求神让我心满意足了 我们今天 何等的需要神把这样的一个灵 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 我们没有嫉妒 我们没有纷争 一个人的生命 有没有长大 一个人是不是属肉体的 还有第三个特点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像这个世界一样 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 两次提到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弟兄姐妹 世界上的人 他们有很多的样子 世界上的人 他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喜欢崇拜偶像 现在的年轻人都爱做粉丝 现在的年轻人 无论是对着打球的 无论是对着唱歌的 都把他当作偶像 都在那里抬举这些人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这些人 弟兄姐妹 我们的爱慕 我们的尊重 应该是单单归给主 而不是归给这些人 一个属灵的baby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的特点就是他喜欢高台人 喜欢跟随人 喜欢把人 把人取代为神的地位 神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他要带领我们服侍他 他第一个重要的原则 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 他不让我们继续活在属肉体的光景里面 他不喜欢我们这个人 活在地上 还是一个吃奶的 长不大 他不喜欢我们这个人 活在地上 满了嫉妒 满了纷争 他更不喜欢我们这个人 活在地上 我们像世人一样 世人追求的 我们追求 世人高台的 我们高台 世人爱慕的 我们爱慕 因为这样子的情况 就说明了 我们这个人 一点都不讨神喜悦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记住 神要的 不是我们做什么事 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能够长大 能够长大像基督 一个圣洁 像基督的人 在神的手中 是极为有能力的武器 也是这个末了的时代 神所寻找的 愿神祝福 我们低头 有一点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和你心意的侍奉 第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要长大 我们这个人要对 我们不可以再做 属灵的baby 让我们能够脱离 吃奶的光景 让我们能够脱离 给基督纷争的光景 让我们脱离跟世人一样的光景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等耶和华的山 能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新靠的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